我還記得是張青芳 然後呢他就有一點大恐懼 然後你就看王娟就站在那邊這樣 他誰 蕾青梅 啊 你旁邊認誰 我說張青芳 誰 張青芳 這麼醜 你跟我下來 我就下來 不是你 是你旁邊的張青芳 然後我 超兇 他超級兇的 有一個射球的 你知道他開到最強 他開到最強 一直射我的臉 一直射 一直射 我下來我整個臉 就整個好猛 好大 做完木馬做咖啡杯 我下來一直吐 然後我下去挖他對嘴 我還要跳 反正反正你真的 回了很多 包括我自己 有一個射球的 我們錄單哥 過一關我就有30秒 我60秒 那我就要一直過啊 你知道他開到最強 他開到最強 一直射我的臉 一直射 一直射 我下來我整個臉 就整個好猛 好大 你知道嗎 然後我沒宣傳 就哭了 一直哭 我還戴假的睫毛 腳睫毛 亂露去拿 可能在某一顆球上 我跟你講 好帥喔 好像是板子嘛 我就是扒著那個板子 一直是一直是 一直是 我就是死就是不下來這樣子 氣死我了 我開的了 你們叫我一邊做木馬 做完木馬做咖啡杯 我下來一直吐 然後我下去我還對嘴 我還要跳 對 我還記得是張青芳 在這清雲掛花 就是那種高音就是很高 誰一找聲音可以那麼高 然後呢他就有一點上不去 就有一點就是NG 然後你就看王君就站在那邊這樣 他誰 然後我就站在張青芳的旁邊 我就這樣 他誰 蕾青梅 蛤 你旁邊認誰 然後阿芳就這樣 我說張青芳 誰 張青芳 這麼醜 你又下來 我就下來 不是你 是你旁邊的張青芳 然後我 超兇的 超級兇的 他真的超級兇 然後呢 王菲不見了 他叫我們去門口罰站 可是王菲不見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叫我去罰站 那時候不叫王菲 叫王靜雯 然後王菲就進來了 你去哪 王菲我就這樣看他旁邊的助理 然後助理就 王大菲因為 因為王菲就身體有點不舒服 好像還沒有講完 有鬼是不是 我們這裡有鬼是不是 就將那個宣傳去門口罰 他王菲就要下去地下室一樓 化妝你還記不記得地下室一樓 我就拉著王菲我說 樓下真的有鬼啊 對不對 樓下真的有鬼啊 樓下 真的 我今天早上看了那個重播的報警 就想到以前古裝都在那邊穿 對 你想 我以為這個是報今天 怎麼你走了兩步 那個也是報的 那是鬼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